新津津时间 带您关心 日币昨天一度扁颇160对美元之后 五盘忽然又飙升 这是日本央行干预了吗 淑海 好 确实 昨天才跟大家说 这个日元持续在走扁的一个情况 重扁到了160对一美元 就是34年来的一个新低 但是就像刚刚新话所说的 后来就急速的往上来走升 来到了就154之后 涨幅整个收链 最后还拉到了155元 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到底是不是日本方面 有出手来做干预 如果真的有 那么就是18个月来 他们终于决定要来进场干预了 不过是不是随时做好准备 现在其实他们都对于 这样子干预的一个情况 是不予以置评的 而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到分析师 又是怎么来表示的 其实他认为现在适逢的是 日本的黄金州 所以这个时候交易是相对冷淡的 如果能够干预的话 其实可以获得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那当然接下来的这个走势 还是要看美元最后的一个状况 所以现在联准汇 到底它降息升息或维持不动 会成为很大的一个关键点了 不过现在预料的是 本周应该不会降息 应该还是一个按兵不动的情况 所以美元方面会持续的续墙下去 所以也预料日本央行 恐怕第三季才会来升息 那期盼这个汇率能够维持在155以上 这样子的一个水平 可是这个干预可能要持续的进行 才能够见到效果 不是说你短期来干预一下就可以的 那再来看到花旗的分析师就表示了 未来日元应该会在155到160元之间的 这个区间来做一个徘徊修正 那么市场也很关注说 这个日币走扁的情势 会不会造成的是亚币净扁的一个情形 不过我们看到其实日元 现在虽然说到底有没有干预不知道 不过它其实是已经有慢慢的回升 在155这样的一个价位 那所以亚币应该也会回稳的 出口商也积极来炮灰 我们来看到新台币的表现是怎么样 其实是有回升的 所以在昨天其实是升的 走在这个32.558元的一个价位 今天也是走升了 走升了1.6分 最后收债的是32.542 那关于这个日币持续走扁 其实也带来了一些影响 像是日本人现在不太敢出国了 而台湾的股市房市欣欣向荣 但传出了主机处发泄 贫富差距更大了吗 舒海 确实 而且贫富差距更大 就是因为刚刚新话提到两个原因 股市很好 房市也一直往上来走 所以富者越富 我们来看到2021年的家庭财富 分配统计的一个调查 我们可以看到前20跟后20的人 其实差了66.9倍 上一次公布是1992年的时候 其实只差了16.8倍 显示贫富差距持续在扩大当中 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竟然有七成未达到所谓的平均数 那现在呢 为什么没达到这个平均数的人 有七成这么多 主要原因就是第一个 青年累积财富呢 其实可能是比较少的 再来专家也分析说有可能 这个是一个一人家庭 所以才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结果 这都是它其中的一个可能变数的一个关系 那我们就来看到呢 这个国市普查处的处长就表示 你拿这个1992年来跟我们最近公布的这个来相比 其实是不合理的 因为调查方法已经不太一样了 所以要看一下其他国的一个贫富差距 可以看到呢 其实其他国的一个贫富差距 像韩国来到140.1倍 其实呢 相较之下 台湾的这个财富分配 还算是一个比较平均的 他也强调 这个财富呢 高度的集中呢 这是因为高度自由 还有发展经济国家 最后必然的一个情况 所以也请大家不要过度的解读了 而现在企业关注的就是探费的议题了 传出还带动了台股的造纸族群吗 淑海 确实我们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环境的 环境部的预告的这样一个执法 到底会不会上路 我们就来看到相关的三个执法预告 年排放量2.5万公顿以上 大约500家的电力制造业厂商 都应该会被纳入 那我们来看到呢 这个根据2022年的资料来推估 他们这500厂呢占了台湾的总排放量 54% 那现在也预计会分阶段来去做一个挑战 预估2030年的门槛呢 是1万公顿 目前影响的产业还没办法估算 那再来看到的就是呢 现在计算方式 第一个就是不提自主减量计划 就采取一般费率 如果你提出符合目标计划 会有这个优惠的费率 高碳泄漏事业像是这个水泥啦 还有钢铁啦 可以再打折 非高碳泄漏风险事业的话 就是持续这个样的一个费率 那我们看到这个费率还没有出炉 要等第四次的审查会议了 希望2025年可以来开征 所以刚刚也看到了像造纸类呢 其实都突破一个新高 那除了财经重点 欢迎扫描旁边QR Code 下载我们的APP掌握资讯 以上新经纪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